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必须淫沉 加尔大速滑队夺冠后又插凌家台 嘲讽冬奥会祸被堆罚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冬奥会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在近期进行的 胆道速滑 篮子五星米的接力赛中 中国选手生龙在比赛过程中 曲心意外摔倒 那么这中中国队 拿到了第五名 那么在赛后 吴大金作为老大哥也是非常男性的安慰生龙 生龙本人在赛后 也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并且向所有的体育迷道歉 可以看出在比赛过程中 曲心意外失误 运动人本身 就会非常的内疚 和遗憾 那么因此作为体育迷 我们应该给他们的 多一份安慰 多一份鼓励 帮助他们的 尽快走去失误的 伤痛 那么本场比赛 最终的结果是 加拿大队获得金牌 这也是加拿大在本届冬奥会 胆刀速滑项目上面 获得的第1块金牌 韩国队获得银牌 意大利队获得铜牌 然后 在赛后的颁奖顶礼中 再次曲信了 意外的一幕 那就是加拿大 速滑队的 队员 在登上领奖台之前 集体做出了 轻扫领奖台台命的动作 众所周知 在请命 韩国队的 车铭魁 获得银牌之后 也做出了 轻扫领奖台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起源于 平昌冬奥会上面 加拿大队员 表达不满 表达队员 平昌冬奥会 不满 做出了 轻扫领奖台的动作 那么现在加拿大速滑队 获得了金牌 却意外的再次做出了 轻扫领奖台的动作 他们到底在抗议什么 确实 让很多人 感到意外 那么其实 根据国际奥会的 规定 任务软在 领奖过程中 不能做出任何 带有 抗议性的动作 否则的话 将会受到 严惩 如果说 嘲讽 澳洲尾 那么 很有可能 会被追法 甚至会被 追回 降牌 那么其实 不管加拿大 队员如何解释这个动作 但是 很多观众 观看了 本场比赛的颁奖 领你之后啊 内心 依然感到 遗憾 那么因为啊 不管你从哪个方面解释 这个动作 让外界看来啊 都是带有 抗议的情绪在里面 这也会让啊 奥远会的精神蒙羞 因此啊 很多网友 也认为啊 他们的这些 动作啊 很有可能 会遭受到 追法 不能让这样 这样的 动作啊 延续下去 一定要 赢格 规范了 这个认动软在颁奖过程中的 一些行为 那么 只有这样啊 才能够让 这个奥远会的精神呢 不会受到影响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